那么上课之前还是要回顾一下我们昨天学的一些东西 昨天的话我们首先还是围绕着这个定时器的例子 做了一些例子 定时器做了一些例子 那么主要我们做的是什么呢 首先是做了一个这个无缝滚动 无缝滚动的例子 无缝滚动之前呢 我们就做了一个左右移动的例子 接着我们用那个原理做了这个无缝滚动 无缝滚动的原理就是 如何做到无缝呢 就是把这一份是吧 把五份的那个图片再复制一份在后面是吧 那么的话在滚动的同时的话 那后面一份补上了是吧 就可以做到无缝是吧 那么如果后面一份再滚过去怎么办呢 我们就怎么样呢 通过解释动态的把它什么呢 瞬间把它拉回来是吧 拉回来 拉回到初始位置 那么就可以实现往左边的无缝滚动啊 如果往右边的无缝滚动的话 就是一开始的话 它往右边滚动的时候 一开始把它拉到第二份那里是吧 再往右边滚动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的话这是关于这个无缝滚动的这个原理啊 那么主要是用的一个 实际上是瞬间变化的 是吧 瞬间的把它拉回到初始状态啊 初始状态和滚动第二品的状态是一样的 是吧 那么这造成一个什么视觉的假象是吧 那么呢实现这个无缝滚动啊 接着我们是做了什么呢 这个定时器啊 定时器做什么呢 这个时钟是吧 做了一个时钟的一个例子啊 这个例子的话 那么就是呃 首先是我们要什么呢 用到系统里面的一个时间的内 是吧 时间内 留一个时间内的话 就可以获取当前你的电脑里面的 当前的这个时间是吧 时间的一个对象啊 就是获取当前你自己电脑里面的这个时间对象 如果你的电脑里面的时间不准的话 那么获取的时间也不准吧 是这样子的吧 那么获取这个时间完之后 我们怎么样 通过一系列的方法 可以获取这个时间对应的年月日十分秒吧 是吧 那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什么呢 我们的月份是什么呢 是零到十一是这样的啊 这个地方是一个坑啊 还有一个要注意的是 我们的这个星期的话是零到六 是这样的啊 它获取的是零到六啊 其他的地方的话 就是还是什么呢 主要这些单词里要拼对吧 拼对才能获取的正确是吧 那么获取完之后 这些把它制服上拼成一个什么呢 拼成一个制服上 把它塞到我的页面上是吧 塞到页面上之后 就可以实现这个什么呢 实现这个 当前的这个时间的一个显示啊 就是当前时间显示 它是一个静态的 如果想动态的话怎么样呢 我们把刚才获取的这个过程怎么样 把它封刷在一个函数 是不是这样的啊 封在一个函数 然后放到定时器里面来调用 一秒钟调用一次 是吧 然后的话就可以实现这个时间的什么 时钟的效果 它可以走起来 是不是这样的啊 然后我们怎么样呢 如果是刚开始调的时候怎么样 有一个一秒钟的延迟吧 所以说我们怎么样 需要在开始的时候怎么样 再调用一次这个函数啊 就是只调用一次 然后剩下的交给定时器来调用吧 是吧 甚至关于这个 这个时钟的这个效果啊 那么我们后面就是说 那么针对这个字符串的一些什么呢 就是调整是吧 我们优化这个字符串的显示的话 定义了两个什么呢 这个两个这个啊 传统于是工具函数是这样的啊 这样工具函数的话 一个是什么呢 根据这个星期的这个啊 星期它反复我们的就是零到六 是吧 我们希望是什么呢 它显示这个星期一星期日 星期一星期三啊 这种这种什么中文字是吧 所以说我们定义了一个工具函数 就是说你传给我一个数 我返回给你一个数对应的 这个星期的中文字 是这样的啊 这样的一个什么呢 一个工具函数啊 还有的话就是关于这个 十分秒的时候 有时候是单数是吧 单数的话怎么 就是说有什么呢 一秒钟两秒钟 我们希望它显示零一秒和零二秒是吧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还是定义了一个工具函数是吧 这个工具函数干嘛呢 它是可以什么 你传给我一个数是吧 也是传给我一个数 如果这个数的话是小于十的话 就是相当于是零到九是吧 我就给你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零的字符串 给你拼成双数是吧 返回出去啊 如果你这个数是大于等于十的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我直接返回啊 这个的话通过这个工具函数来修正我们前面的 返回的这些十分秒 是这样的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时钟的例子啊 接着我们说的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就是 这个倒计时是吧 倒计时这个例子的话 还是 它们它 有点不同的是怎么样呢 它需要有两个时间 一个是当前的时间是吧 一个是未来的时间 就是未来你要倒计时到什么地方 什么时候是吧 那么当前这个时间的话 我们就是做的时候也强调了 这个时间应该不要取用户系统里面的时间 是吧 用户系统里面的时间有时候可以改的 是这样的 所以建议就是说我们在实际开发中的话 这个时间要取什么呢 服务器的时间 是吧 用户系统后面我们学的户系统 读一个服务器的时间 服务器用户是改不了的 是这样的啊 所以这两个时间 这两个时间的什么呢 它们之间的这个相减才是正确的 是吧 要不然的话 这个起始时间 这个不对的话 这个时间就不对啊 好 这样子 那么根据这两个时间怎么样呢 它们的什么呢 相减是吧 相减之后 获取的是什么呢 这两个时间之间的这个毫秒数 是吧 整体的毫秒数 总共有多少毫秒 总共多少毫秒之后怎么样 再除以一个一千 就转换成秒是吧 转换成秒了 那么整体这些秒的话 怎么办呢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什么呢 换算是吧 先刨去八万六千四百 这个是一整天的秒数 是这样的啊 那么获取天数啊 然后刨完之后 剩下的秒的话 再刨去三千六百秒 三千六百就是小时的 这个整的小时的是吧 把它换成小时啊 就是不够天不够小时的 剩下的这个的话 再什么呢 换成分钟是吧 秒的那么六十秒 就是一分钟 把什么剩下的 这个分钟再拿出来 是吧 剩下的就是秒了 是这样的啊 剩下就是秒啊 好 把这一时间的话 给的 然后拼成一个字符串 删回到这个页面上 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么删回页面上 这个也是一个静态的 是吧 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还是把它封创成函数 封创函数之后怎么样呢 通过定时器来调用 是吧 一秒钟调用一次啊 那么第一次的话 还是有一秒钟的空白 我们把什么 这个函数再调用一次 是吧 这样子啊 是做的这个倒计时啊 当然我们针对十分秒 还是给它一个什么呢 出double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函数来修正 它如果是单数的话 给它返回双数 好 这是关于我们的这个倒计时的一个例子啊 好 接下来我们说那是关于这个什么 变量作用域是吧 变量作用域的话 实际上说的就是什么呢 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 两种变量类型 那么全局变量的话就是什么呢 它可以为所有的函数所公用 是不是这样的啊 所以函数所公用的话 所以这个变量是很好用的 有时候是吧 我们在一个地方改了之后 在其他地方全部变了 是不是这样的啊 全部变了啊 全局变量是什么呢 相当于是在函数外面定义的是吧 函数外面定义的变量啊 那么这个全局变量 它因为好用的话 那么也有它的缺点 就是说我可以轻易的改它 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么这个会导致有个危险 有时候我们不愿意那么容易的改它是吧 改了之后其他地方都变了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是它不好的地方啊 那么还有一个是局部变量 局部变量是什么呢 就是函数内部定义的 内部定义的什么呢 只有内部可以访问吧 只有内部可以访问啊 外部是无法访问的啊 这个相当于说就保证它的安全 是不是这样的啊 外部是改不了它 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么这个的话 我们外部无法访问呢 有时候也不自由 是不是这样的啊 我们外部想调用它 也调用不了 是不是这样的啊 有时候也想用它啊 那么这个是局部变量它的 什么好和不好的地方啊 好 那么针对这两个变量的话 我们就是什么呢 根据程序的需要 来定义我们的 是吧 有些地方又用到全局的 我们要定义全局的 是吧 有些地方用到什么局部的 我们就定义局部变量啊 根据程序的需要 来定义这两种变量类型啊 好 那么我们全局变量的话 这个东西实际上 有时候也是挺危险的 是吧 包括我们全局定义的函数 有时候也挺危险 就是说 我们定义完之后 如果在其他地方 其他一个既然是文件里面 也用相同的名称来定义 怎么样 是不是就覆盖了 是吧 如果这个变量是在局部变量里面 肯定是没事 是吧 如果它是全局变量的话 怎么样 就容易覆盖掉吧 覆盖掉之后 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是吧 那么我们就讲到什么呢 这个 封闭函数吧 封闭函数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是吧 那么封闭函数它是什么呢 相当于是个函数的变形 是吧 比如这是函数的定义 这是函数的执行啊 我们把函数的定义 直接放到这个地方来 放到这个地方来 是吧 然后有一个括号 括起来 这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封闭函数了吧 封闭函数的话 那么这么写的话 是这个好像是没什么意义的啊 我们主要是什么呢 对封闭函数来做 我们自己做的事情 就是什么呢 利用封闭函数来定义 我们的变量 是吧 好 封闭函数还有其他写法 比如说前面写一个感叹号 是吧 这个的话就可以 不用这个括号了 或者写一个什么 波浪线也可以 是吧 这是它的这个什么呢 更什么 更高深的写法 是吧 好 那么的话 封闭函数的话 主要用来做什么呢 就是用来我们自己什么呢 如果我们自己想在这个 程序里面加点功能 或者是已有的 这个页面上有很多戒牙齿的 我们想加个功能进去 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么我们在定义变量和定义函数的时候 是不是会需要很小心呢 是吧 防止跟它什么呢 跟它重明了 然后把它覆盖了 是吧 那么如果说我们用封闭函数的形式 是吧 这么写的话就不用担心了 是吧 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面 我们可以自己定义我们想要的变量和函数 不用担心什么 跟它重明吧 是吧 不用担心跟它重明啊 这个的话就可以把什么呢 这个影响范围降到最小吧 如果这个程序出错 也是我自己的这个程序出错 不会影响到其他的程序啊 是这样子的啊 这个可以降到最小啊 所以说一般我们在实际开发中的话 如果你想在原来的页面上加新功能的话 建议什么呢 用这种封闭函数的写法 是吧 把你的变量函数放在这个里面啊 把它包起来啊 这样子的就比较安全啊 这样子 好 这是关于封闭函数 好 接着我们说的是这个一些类质对象 还有很多很多 很有用的一些类质对象 是吧 类质对象的话 我们说的是关于这个 Document的这个类质对象 是吧 我们一直用的是Document的这个ID 是吧 然后还有后面讲到的 第二种获取元素的方法 是用TagName获取元素啊 昨天还说的是一个这个referral 这个是吗 这个类质对象 它可以怎么呢 它可以获取上一次页面跳转的地址 是吧 就说这个的话 我们可以什么样呢 把上一次这个地址给它存下来 然后如果我们做完事情之后 想跳回去的话 可以用什么呢 windowlocation.hub 是不是可以跳回到这个里面存的地址啊 这样子啊 然后的话我们说到的是关于这个location 间设计 这个的话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在地址栏里面加参数吧 加参数通过读这个参数来改变我们页面的状态 是这样的 一个是设计是什么 通过问号 什么等于什么 这种方式 是吧 那么还有个hack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锦号加一个什么数 是吧 这种是什么 属于毛点值啊 也可以获取这个 也可以获取这个 是这样的啊 通过它可以什么呢 给这个地址栏加参数来配置我们的页面 是不是这样的啊 相当于是这样子的啊 好 接着我们又说到的是另外一个什么呢 另外一个mass对象是吧 这个mass对象呢 是类似的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的话什么呢 那么有一个什么呢 它是实力化好的一个对象 可以直接用的啊 那么常用的就是什么 一个mass random 这个的话它是什么呢 它只能获取0到1之间的随机数是吧 不包括0也不包括1啊 只是0到1之间的一个随机数 而且是一个小数吧 然后的话我们借助什么呢 mass flow是什么 向下取整啊 mass still是向上取整 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比如说是5.6 向下取整的话就是5吧 就是把小数点去掉啊 向上取整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比如说5.6或者5.2 都是什么呢 把这个小数点去掉之后怎么样 再加1吧 这是向上取整啊 那么我们通过这三个的话 做了一个什么呢 随机数是吧 随机数的一个例子啊 就是我们既然是里面 没有一个随机数的一个函数 可以直接获取某一个区间里面的随机数 那么我们只能通过这两三个函数 怎么样呢 三个方法来怎么 来拼成我们的一个 什么公式的 做一个随机数吧 那么这个公式的话就是什么 就是啊 大家看一下啊 昨天这个随机数的这个公式啊 来看一下 然后是这个啊 把它打开一下吧 那么大概是这样一个公式是吧 那么大概是这样一个公式就是说 比如说是两个区间之间的是吧 那么就是大数减小数 再往后加1是吧 加1完之后怎么样 再MassRendon再乘以这个是吧 然后他们他们怎么样 这个这个之后用MassFlow 完了之后再加上这个小的数啊 这个公式是吧 大数减小数 然后加1 这个MassRendon一乘 乘了之后什么呢 把它整体取这个Flow也可以是吧 大数减小数加1 乘以MassRendon加上这个 然后整体的这样MassFlow 也可以啊 或者它直接MassFlow 再加上这个什么呢 这个小数是这样的 大概是这样一个公式 才能获取我们什么呢 从一个区间到另一个区间的随机数 这是关于这个Mass的这个什么呢 它的一个这个随机数的这个获取方法 某一个区间的随机数只能这么写 是吧 没有一个现成的函数给我们用 那么还有Mass里面 还有一个什么呢 变量叫 有一个属性叫Pi是吧 这个可能有时候会用到啊 可能做一些动画的时候可能会用到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类质对象 好 好 那么大概是这么多是吧 那么接着的话 那我们就说到了是什么呢 说到一个啊 好 说到给大家布置了一个作业是吧 作业的话是做一个什么呢 做一个这个 呃 做一个什么呢 倒计时的弹框 是这样的啊 好 这个弹框大家做了没有啊 有没有做出来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弹框怎么实现啊 这个弹框怎么实现啊 好 这个弹框的话 那么就是 首先的话 先让它弹出来吧 我们说是点击这个按钮让它弹出来 是这样的啊 我们俩做一下啊 好 把这个弹框拿过来 好 这个是 把它打开 然后是这个是13天的啊 好 这个弹框是吧 弹框啊 命名 然后是 好 好 这个弹框我一开始是什么呢 是把它什么呢 把它显示出来了吧 一开始它应该是隐藏的吧 一开始是隐藏的啊 好 隐藏了这个弹框是吧 我现在什么呢 要让它显示出来 点击这个按钮 要让它显示出来 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先要获取它们吧 获取它们 这个地方是没有ID啊 那么我可以给什么 加ID上去吧 是吧 比如说这个是 什么ID啊 ID等于什么呢 这个是等于这个 POP啊 POP POP CON吧 是吧 杠CON 可以吧 和这个class名可以 同名的啊 好 这个的话就是 ID等于什么呢 这个什么 BTN吧 BTN啊 好 这么有第二个按钮吧 那么直接写就行了 是吧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写 既然是吧 开始写 既然是吧 那么既然是可以写到这里 是吧 就是这个 跟这个 这个什么 HTML近一点 就方便观看 是吧 好 那么同样的 那我先要获取它们吧 获取它们 是吧 获取它们啊 好 那么首先是什么 Windows什么 Windows Onload吧 Windows Onload啊 Onload啊 等于一个什么 Function啊 Function 先把它们两个获取到 是这样的啊 获取到啊 好 获取到的话 比如说 挖一个什么 POP 是吧 等于什么 Document 是吧 点GetElly Document ID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先把它获取到啊 比如说这个POP 点CON 是吧 好 好 这个的话是BTN吧 是吧 BTN啊 BTN 等于这个什么呢 这个是BTN啊 BTN 好 这两个获取到的是吧 好 获取到之后 现在干嘛 就是说 我先要什么呢 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让它显示出来 是不是这样的啊 啊 那么是 这个是 哦什么呢 哦 哦什么呢 啊 哦BTN是吧 哦BTN onClick的时候 是吧 onClick Click的时候啊 等于一个function吧 啊 你用匿名函数写就行了啊 不用另外定一个函数了 是吧 好 就是它怎么样呢 它的时代什么 哦 POP 是吧 它的时代 点 Display 是吧 等于什么呢 等于一个什么呢 block吧 就写出来了 是吧 好 那大家记得 我这里面写了一个行间样式 大家要把它去掉啊 是吧 这个行间样式 大家要把它去掉啊 去掉之后 好 这么写完之后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是吧 好 这样子是吧 点击这个什么 弹出弹框吧 好 点一下弹框 是不是弹出来了 是吧 这是弹出来了啊 这个没问题 是吧 好 没问题之后 那么这个弹框怎么样呢 它需要什么呢 还有五秒钟 它就关闭弹框 是这样的 它这个是倒计时的是吧 它是一块是五 然后是四三二一 然后关掉 是这样的 它自己会做一个什么呢 倒计时 是这样的 做一个倒计时啊 好 那么的话 我们还需要什么 是不是改变这里面的文字啊 是这样的 应该它里面 按照倒计时来改变这里面的文字 是吧 改变这里面的文字的话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就是 先要把这个地方获取到吧 是不是要把这个地方获取到啊 获取到才能改变它的文字吧 好 比如说那么这个地方也给个ID 是吧 ID是什么样式 等于什么 假设等于这个 popotif吧 叫这个东西是吧 或者提示的文字是吧 popotif啊 好 那么我们把它也获取到是吧 获取一下啊 opopotif啊 好 等于这个什么呢 document是吧 document.getelement啊 就是说用到的话呢 就把它获取了 获取一下是吧 那么这个是吧 这个 获取啊 好 好 获取完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 怎么做呢 是吧 怎么做啊 好 怎么做呢 那么这个时候啊 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呢 在这里面获取它啊 看一下这个里面可能获取了看成不成功啊 因为它一开始这个地方是 这个地方是没有显示出来了啊 没有显示出来了 呃 好 可以啊 好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要干嘛呢 就是就是要做一个倒计时是吧 倒计时的话 然后是让这个什么呢 这个东西动起来 是不是这样的 比如说还有五秒 然后四 三 二 一 然后这个整体关掉是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这个东西 等于blocker之后怎么样呢 我们在这里面就 就开一个什么呢 开个电视器吧 是吧 开个电视器啊 好 比如说开个电视器 那么这个电视器是要干嘛的呢 是吧 它就是做一件事情嘛 这件事情我们先把这个函数写出来 然后再把它合并吧 比如说拿一个方格选 是吧 方格选 比如说这个是Fn 叫什么 倒计时吧 这样一个函数是吧 好 倒计时这个函数要干嘛的呢 首先的话 那么要开一个电视器 是吧 这个啊 不是开电视器啊 它就是要怎么来 假如说我先要定义一个变量吧 这变量是从五秒钟开始吧 是吧 比如说这个 这个I time Time等于五 是吧 等于五啊 是不等于五啊 然后的话什么呢 这个什么呢 I time I time 然后是什么呢 减减是吧 减减吧 啊 减减完了之后 然后是什么呢 就是它自己要什么呢 减一吧 是吧 减一啊 减一完之后 然后要把这个数字什么呢 这个数字 加这个什么呢 加在一起什么呢 塞到这个里面来吧 塞到这个里面来啊 那么的话就是什么呢 这个 O POPO Tiff吧 它的什么呢 Inner是吧 InnerHTML 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一串 这一串文字吧 是吧 这一串文字啊 这一串文字的话 那么是这样子的吧 应该用这个 单引号引起来吧 是不是这样的啊 单引号引起来 是吧 那么的话 这个五这个地方是什么 应该是可变的是吧 可变一样的啊 比如说这里面 怎么把它变成变量是吧 两个单引号 然后再左右加两个加号 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不是这样子啊 这样子啊 好 这个地方就换成这个什么呢 ITIME吧 ITIME吧 是不是这样子啊 ITIME吧 好 好 那么的话 要到什么时候呢 是吧 到什么时候 我需要做什么 是吧 到什么时候呢 那么就是说 当这个什么呢 这个ITIME是等于0的时候 是吧 ITIME等于0的时候啊 如果什么呢 如果一夫什么呢 这个ITIME ITIME就要等于0的时候 是吧 它会减到0吧 减到0的时候 这个时候怎么样 我们需要把这个藏起来 是吧 把这个藏起来吧 藏起来的同时 还要怎么样 还需要怎么样 把这个定时器给关掉 是这样的啊 定时器还没开是吧 好 先把它藏起来吧 藏起来 那么这个什么呢 这个 它的什么呢 等于0吧 等于0就藏起来了啊 好 这样子吧 就说每一秒钟都 就说五秒钟都会去做这件事情 是吧 这件事情啊 好 那么对事情 那么进来的时候怎么样 先让它等于5吧 这个I减减 是吧 好像不对是吧 好 每次进来的时候 它都等于5是吧 然后减减 然后怎么样 再晒进来 再判断它是不是等于0 好像不对吧 是吧 不对吧 这个应该是不能放在里面吧 放在外面吧 放在外面啊 放到这里是不是可以啊 全局变量是吧 是吧 那么一开始它就等于5吧 它是进来的时候 就每次把这个全局变量减减 是不是这样子啊 应该是这样子是吧 好 这个是可以重复做了是吧 这个需要重复做啊 好 这是 这是做了一个什么呢 做了一个这个什么 做了一个这个函数是吧 那么我们开一个定时器是吧 比如说 SET INTERV吧 INTERV SET INTERV 然后是这个 FN 这个是什么 倒计时是吧 FN 倒计时啊 好 这个函数是吧 然后是一秒钟 做一次吧 是不是这样的啊 1000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怎么样呢 这个和这个 是不是可以合并呢 是吧 合并一下 是吧 好 合并的话 那么就是 这里面还需要什么呢 这里面还要轻定时器吧 是不是轻定时器啊 所以说 我们需要把这个定时器 给它 来个名字 是不是这样的 来个名字啊 好 我们来把它合并一下 是吧 合并的话 就是把它怎么样 把它剪辑到这里来 是不是就是合并的 是合并过程吧 好 我把它再重新写一下吧 就是这两个是吧 注意一下啊 这两个是吧 好 这两个的话 比如说我在这里 写一个什么 自己定一个 timers吧 timers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什么 这个是吧 然后的话 在这里面 再轻这个 是吧 比如说这个 clear clear interval 是吧 interval 然后是这个 timers是吧 timers是这样的 好 做这件事情是吧 好 这两个的话 怎么样呢 来拿下来 然后把它合并一下 是吧 合并一下啊 这个拿下来 然后合并是吧 合并的话 怎么呢 就把它怎么样 剪辑一下 怎么样 放到这里来吧 就合并了啊 合并完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 怎么 这个什么呢 名称可以不要了吧 是吧 名称可以不要了啊 好 好 这个时候的话 再来看一下 这个行不行 是吧 好 首先的话 那么 这个onclick进来的时候 是什么呢 就是 拿一个这个 是吧 拿个block 把它显示出来 显示出来 然后怎么 开个定时器 是吧 开个定时器 这个定时器干嘛呢 就每一秒钟 把这个全球变量 减一下 减个一 减个一之后 怎么样呢 就把这减一 的这个数 然后怎么样 拼成这个字符串 怎么样 把它塞到这个里面来 是不是这样的 塞到这个里面来之后 这个就是怎么样 就替换掉原来的 替换掉原来的 这个 然后的话 再判断一下 是吧 判断一下 当前这个itime 是不是等于0 如果是等于0的时候的话 就把它藏起来 同时 把定时器给关了 是不是这样的 这样一个逻辑 这样一个逻辑 好 这么写完之后 看一下这个效果 是吧 这个行不行 好 那么首先什么 首先要点击 是吧 点击 点击完之后怎么样 4 3 2 1 0 是不是关了 这样子了 好 这样子啊 再来看一下啊 有问题了吧 是吧 有问题了 是吧 有问题了 好 应该要重置一下 是吧 好 重置一下 应该这样子 是吧 那么关闭之前怎么样 关闭之前 应该是把这个 itime 再怎么样 再回去吧 是吧 itime 比如说 这等于一个5吧 再把它清一下 再把它回去一下 是吧 回去一下 再来看一下 好 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之后 那么点一下 是吧 好 再来看一下 还是不行了 一开始有零是吧 一开始有那个零 一开始有那个零 一开始有那个零的话 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把这个也 什么呢 再来给他 把电视器放在哪里 onclick外面 这个不行哦 肯定是要点击的时候 才开电视器啊 点完之后开电视器啊 好 这个时候实际上 是这个地方的话 应该是把它的这个 把它换成这个就行了啊 就是把它要出此状态 是吧 数字状态的话 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这个 这样子是吧 这样子就行了啊 好 再来看一下啊 实际上的话 这个弹框 应该弹一次就不弹了 是吧 好 这样子是吧 再点的时候 是不是这样子啊 没问题吧 就是把它怎么来 重置一下吧 重置一下 好 这就是关于这个弹框啊 这样的弹框 好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